近年来,境外一些反华势力为抹黑新疆形象扰乱新疆发展 接连炮制出一批小说、电影、纪录片、漫画、电子游戏等涉疆文化产品 在国际社会产生恶劣影响 7月30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徐贵向在回应此事时称 这些所谓的文化产品充满了造假的谎言 这些所谓的文化产品完全是虚构幻想出来的垃圾 从内容上看,拼凑了大量的骇人听闻的虚假故事 充满了造假的谎言,甚至超出了常人的想象 从套路上看,归用了一批违法犯罪、道德坏坏、劣迹斑斑的演员 把他们包装成所谓的当事人、受害者、关键证人 编造所谓的教培经历、惨痛遭遇、妄图以假乱真 从罗产看,往往是通过先入为主的方式 对新疆大搞有罪推定 甚至故意偷放概念混淆视听 例如,所谓的研究报告 墨域名单,关于中国在新疆拘留运动的剖析 编造出相关人员信息 妄图证实新疆存在大规模非法关押 而实际上这些人员 绝大多数都是在社会上正常生活工作的 墨域县、博斯坦街道的居民 这些书记呢完全是对新疆的恶毒攻击 根本不符合事实 所谓交配中心关押迫害 百万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 早已被美国独立新闻调查网站 灰色地带的揭露 所谓墨域名单所列的311个人 绝大多数都是墨域县、博斯坦街道的居民 他们一直呢在社会上正常工作和生活 必须指出新疆日本公寸在所谓的集中营 当天的发布会现场 还与来自新疆不同地方不同行业的六位群众进行视频连线 展现了新疆人民最真实的生活状态 我们这个青春室、水、电、路、通讯、公安库、电视 还有精神房和水冲室厕所一影俱全 还陪备了空调、消防设施、饮水设备等 极大的方便了我们的新教群众 作为移民宗教人士 我亲眼见证了新疆宗教领域的和睦和谐 遮住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 今天一些人说 新疆对少数民族妇女进行强制绝育 这完全都是造谣 我们算有2620名妇女 以后妇女有1277名 这些家庭都要了两个到三个孩子 我们去祖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我们的自由 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我也有很多朋友和亲戚 也有像我一样 在北上广深圳大城市经商过程 他们不仅开拓了眼界增长见识 通过自己心情的劳动 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生活 哪里来的强迫劳动 徐贵向表示 这些年新疆社会稳定 人民安居乐业 已连续四年多未发生爆恐案事件 新疆稳定的红利正在充分释放 新疆是中国的开放地区 希望国际社会各方面人士都能到新疆 去走一走看一看 了解新疆的真实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